2006年黑斗流行音乐颁奖礼上周六在台北举行 总共颁出了包括黑斗男女歌手 黑斗男女生猛新人 黑斗制作人 亚洲传媒大奖和黑斗十大金曲等29个奖项 总共汇集了28组艺人上台表演 虽然当晚细雨不断 但丝毫不减歌迷的热情 获得黑斗海外歌手奖的TWINS 只有阿娇一个人出席 不过不是TWINS真的解散了 只是阿萨一直忙着拍戏 没有时间过来领奖 正好当晚也是阿娇25岁的生日 主办方精心准备了生日蛋糕为她庆祝 阿娇许下的生日愿望 也是歌迷最大的心愿 我的生日愿望就是希望我们TWINS不会分开 还有就是希望可以工作顺顺顺利利 还有大家都身体健康 蔡依林和王力宏分别抱会了黑斗男女歌手奖等四项大奖 而小天王周杰伦虽然没有连任黑斗男歌手 但拿下了亚洲传媒大奖等六个奖项 成为当晚的大赢家 当天晚上周杰伦和蔡依林也因为同时有作品入围十大金曲 而留下了久违的同台画面 只是两个人中间隔着王力宏 两人也几乎没有互动 好像没有耶 就是上台就我刚才本来就站错边 就我们都乱站 然后后来主持人说我是站俊杰旁边 所以那个位置好像是有界障顺序 但排位置我就不晓得了 对 所以你会尴尬 不会啊会尴尬 我准备一堆猫 就不会尴尬 不会啊 没有什么好尴尬啊 罗威的互动应该是说在舞台上面的表演啊合作啊 对啊 因为没有写歌给他 对对对 对我有让位啊 我有让位 我表现得有算是有风度啊 因为选择在我吧 所以今天还是不要 还是避免尴尬的场面吧 我一上去就知道只剩一个人了 然后选择在哪一边 但我觉得反正班长店也是好玩吧 微妙的同台时刻三个人都说不尴尬 不过到底是主办单位的安排 还是艺人自己选择 透过镜头或许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欢迎周董 哇 谢谢大家的朋友 尖叫声请不要停 员叫声 员叫声 娱乐新年曆整理 吧